A股明日风口 数字联名币碳中和试点扩容 大规模侵入外卖 网购机票 火车票等低碳场景 12月15日消息 行业利好密集出台 有八大板块有望成为A股明日风口 2020年度金融科技发展奖评审领导小组会议 近日在北京召开 证监会将加强证券期货业行业科技发展组织规划 大力促进大数据 区块链等创新技术在行业的推广应用 同时持续加强科技创新的力度 有效推动金融科技成果共享和转化 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掌握的最新数据 今年11月份 国内新能源重卡市场 共计销售1852辆 继续 十辆月连续交出千辆级表现后 月销量记录再度被刷新 销量环比增长45% 蓬比大涨668% 创造了2021年连的最大增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刘亚平说 这个平台将由广州国家农业科创中心 代表政府进行全面管理运维 除了资源评估和要素交易 将会陆续启动信用融资 社会化服务等探索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 数字人民币的碳中和试点场景再度扩容 在2021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 即光伏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袁玉芝表示 十四五期间 光伏行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但今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价格波动严重 影响了光伏行业的平稳发展 引保监会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持续完善稳低价 稳房价 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 加大对长租房市场 保障性住房建设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